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将狗开发进阶课程的第十次课 Admin的高级定制 首先来看这一课主要内容 其实这一课的话 主要有两点 一个就是如何定制UseAdmin 一个就是如何定制ModelAdmin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Admin的定制呢 其实就是将狗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自动化的开发环境中 这个Admin后台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也经常去使用它 但是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可能会对这个原生的这个Admin的一些用法 可能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定制 然后比如去改变它的一些显示啊 我们如何去做定制呢 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来定制它两个主要的东西 一个是UseAdmin 一个是ModelAdmin 首先我们来打开我们的项目 我们看我们一般使用这个APP里边 比如说这个Example这个APP里边 我们使用Admin的话 主要是怎么用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这个Model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Poem 这个Model注册到这个Admin里边 然后呢 我们首先引入进来 Import Poem 然后就是Admin Site 去regest这个Poem 然后呢 我们来打开 比如说我们这个Home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一个是这个User 比如说这个 这个User Alan就是一个超进户 一个UserName 然后有的Email FirstName LastName 和Citus 然后这边是显示一个Filter 然后这边是一些动作 然后这个是一个搜索Search 我在这儿的话还可以添加 去添加一些User 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个Alan 然后password呢 比如说随便写一个 还可以添加 比如说我去seal 凭除密码 比如说 然后这些的话就不做改动 然后就可以看到 它就有多个的这个用户 这个Email没有设置 可以设置一下它的Email地址 Alan1 163.com 随便设置一下 然后呢 比如说我想改变这里边的显示 我就不想显示它的UserName 我只想显示后面的这些东西 我该怎么去操作呢 其实这个 我们就可以在 Jungle里边去定制它 首先我们这里边讲明一点 就是说Jungle 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扩展性 然后我们可以在不修改它圆满的基础上 然后满足我们各种各样的定制 而不是像网上有些博客的作者说 为了定制这个UserName 它甚至去修改Jungle的圆满 修改Jungle的圆满 当然它可以达到这个定制UserName 比如说修改它的模板 修改它的这个Form 去改变它的原有的这些显示 但是这种是非常不齐倡的一种方法 因为它破坏了这个Jungle 它的一个封装性 可能会影响它的一些扩展性的一些功能 然后我们为了这个 在满足我们的扩展性的基础上 不去影响它原有的东西 就是不改变的代码 而是去就是说去子类化 或者是设置它的一些字段 去实现我们的扩展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刚才看到这个显示 它全是英文的对吧 我们想显示中文的 怎么搞呢 然后我们其实就在setting里边 setting里边这个 install app里边 这个medalwareclasses 在这个session medalware里边 这个地方去添加 Jungle contribute medalware 然后把这个local 这个localmedalware 可以添加进去 我们看一下 它就会本地化 就会显示中文 因为这个操作系统就是中文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它全部都变成了中文的 这是不是非常的这个方便 我们就定制了 我们本地的这个adman的一个显示 当然我们这个显示那些user的字段 比如说我不想显示它的user name 只想显示email first name last name 和其他的东西 我该怎么去定制它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来子类化 这个user admin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然后引入这个jungle contribute as 叫admin import user admin 然后呢 我子类化 比如说 my user admin 他类化这个user admin 只要修改它的list display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呢就可以修改它的显示 比如说我就显示email a-i-i-i-l 然后呢 显示first first name 显示这个last name 然后呢 还有它是不是这个staff isstaff 然后另外呢 因为这个jungle会默认的把这个user给注册到admin里边 所以说我们就要去首先把它unregister这个user OK 我们这个地方要把它引入进来 from jungle conrtrue get as model put user 先要把它反注册 然后呢 再去这个 注册 把这个user 注册到我们的这个myuser的面里边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拼错了 没有 看到 OK 在这个刷新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用户 OK 他这个user name就没有了 只有后面的这些东西 我们要知道他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 重新定义的这个list display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个user user的面里边 他就 就是可以让我们去定制各种各样的这些属性 我们看这个过滤器 这个右侧的过滤器 其实也是可以定制的 怎么定制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然后只需要 定义他的这个字段就可以了 什么字段呢 list filter 然后比如说 你只希望显示他是不是这个支援 is staff TAFF OK 我们刷新一下 他就会只显示 以支援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OK 然后比如说我们就可以选择 他这个我们其他的两个 我们不想要的他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字段 叫search field 比如说我没有指定的话 他可以任何的来搜索 比如说赵 我们看他就搜索这个姓氏 比如说我搜Alan 他就会把所有包括Alan的都搜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只希望搜索这个姓氏 那怎么来做呢 就需要重定义他的这个search fields就可以了 叫什么呢 last name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网页 刷新一下 那直接来搜索就可以 比如说我们搜Alan 明显是搜不到 应该是搜不到任何东西的 然后我们搜索赵的话 就可以把包含这个赵的last name 这条数据给搜出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就看到了我们定制这个useradmine 我们同样也可以来定制我们poem的这个admine modaladmine的如何来显示 如何来自定义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重在这个modaladmine 来指定这个poem的管理的这个对象 poem 它就叫poemmodaladmine 他只类化这个admine点modaladmine 然后我指定这个modal呢 然后只需要在他的内部类mentor里边 指定这个modal poem ok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注册的时候呢 注册的时候 然后这样 注册的时候让他注册到poemmodaladmine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刷新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做任何的定制 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字段的定制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他显示什么东西呢 我们让他display 让他显示某些字段 比如说title 比如说让他显示这个我们看一下他的字段 让他显示这个time step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 ok 他就把time step给显示出来了 当然呢 我们可以再多显示的 让显示author 它就会再次的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ok author也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实现另外功能 我点击这个author的时候 它就会把包含这个author的内容给显示出来 其实这就是一个链接 叫什么链接呢 叫做这个list display links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是autsor ok autsor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刷新一下 我们看这就有链接了 比如说点底白 ok 他就把他内容给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看这个地方是没有搜索的界面的 我们怎么把搜索的框 输入框给掉出来呢 需要我们来去加上 这个叫做这个search field 我们比如search field 我们搜索这个title 我们看这个搜索框就会出来了 刷新一下 ok搜索框就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搜竞业司 ok就把定义司搜出来了 然后当然你搜其他的字段是无效的 比如说你搜李白 是无效的 他只是为我们指定的这个title来去搜索 比如说我们想编辑这个author 怎么去编辑呢 就是让他显示出来 字段显示出来的话 就是可编辑的 其实就是list addable 大家注意 就是说这个某个字段 它不能同时是可链接 又是可编辑的 一定是要指定不同的这个字段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看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改变这个title了 比如说这样 去保存它 ok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不像 不像这个user user这个地方 它是有这个过滤器的 我们怎么给我们的这个 poem这个model来添加过滤器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这个list filter 来定制它的过滤器 比如说我们过滤这个author 这个字段 然后呢 我们来刷新 打开 我们就看到了 比如说我们想选李白这个作者 我们就点击它 它就会把这个李白的这个作品给显示出来 比如说王威 它就会把王威的作品给显示出来 当然呢 我们定义了这些字段的时候 有的同学说 我还想定义它的这个模板啊 然后显示的东西 我也想给它做修改 ok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可以定义它另外的字段 定什么字段呢 这个比如说我修改的时候 change form template 我定义这个模板 定义这个模板的话 我就需要加上 我加一个模板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叫change form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观察一下 利用这个模板的 它的一个可继承性 它继承了 扩展了谁呢 我们首先extend 然后呢 hotman 当然是这个change form 我们扩展它哪个地方呢 扩展它的这个block form 在这个form的top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加一句话 提醒 提醒 再一些提示性的语句 比如说 注意 不要将作者和标题写错哦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 就指定这个模板 叫什么呢 叫change form html 我们指定完之后呢 刷新 OK 我们看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form上面 就显示我们写 注意不要将作者和标题写错哦 然后我们就等于说是扩展了这个change form html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一些模板可以去自定义 比如说这个add template 还有这个change list template delete configuration template 这些都是可定义的 然后呢 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的两点一个就是如何来自定义这个use ultimate 如何来定义这个model ultimate 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通过重定义这个里边的某些字段 甚至是模板文件来改变它显的一个显示 然后这一课我们就上了这里 大家下去的话可以去修改它的这个add add form template 就是添加这个就是数据的时候修改这个表单 大家可以下去去做一下这个练习 然后这一课我们就上了这里 我可以復值你的